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继续上涨了82点 盘中震荡在平盘上下来回震荡 不过最后拉尾盘 尾盘一口气爆出了300亿的大量 带动尾盘整个上涨了50点 最后收盘的时候上涨了82点 收盘指数17158点 当然在创历史新高 涨幅0.48% 成交金额4244亿元 也放大了 这个成交量 OTC就上涨了1.15点 收盘指数是210.74点 涨幅0.55% 成交金额是674亿元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云投顾资深分析师和金城 金城大哥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金城大哥 我们先把上个礼拜五的台北股市盘面上面 让大家了解 台积电礼拜四举行法说会 其实法说会是失灵的 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的ADR 在上个礼拜四是下跌的 上个礼拜五的台股的台积电 也是下跌的 好 那么所以呢 整个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的上涨 其实主要的是传统产业 还有金融 金融非常的强劲 那这种结构 要预告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走势 台积电的 这个法说会就 就从此失灵了吗 怎么看待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短线上来讲 从开完红盘以后呢 如果你把资金parking在台积电 其实是没什么赚钱 因为最低是570嘛 最低是668 那加上 最高668 最高668 最低是570 就是从开完红盘之后 那当然那个 他的最高点是679 那我们看到他从 这一次开完法说以后 会给我们大家一个思考 他讲说我第二季就收手 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这样讲人不准捶我 他讲说我第四季 第二季我要第三季才会大好 当然第三季会大好 因为有苹果嘛 那第二季就持平 而且再加上因为我投入 这个五奈米的时候 我很多资本支出 我资本支出加大了 我的摊提就 摊提卫用就加大 所以 折旧未来 折旧摊提就会提高 我资本支出增加了 我的每个月的折旧费用就增加嘛 那所以他说我的毛利率 大概维持在50个percent上下 那跟法联的预期呢 大概就小差一点点 那卖超卖的比较多的 外资有卖 那是正常 倒是投信 投信毛起了 投来一直卖 卖也不少 他其实不止在法 他法说会之前就开始卖 那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台北级股市 去年台北股市是谁带 谁带起来 半导体 对半导体 他台积电带起来以后 把IP带起来 然后把IC设计带起来 把设备股带起来 把封册通通带起来 他一组带起来的 这些一股肉粽 这样整整 一股肉粽 都看出来 那今年的时候 我如果突然跟你这样讲 我肯定很多人 一定会打我的脸 我说如果第二季是传餐股带 然后他休息 你们觉得可不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 因为站在财报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看到这几天 是谁带的 中钢 你什么时候看过 中钢是这样涨滑 我做了三十年 我也很难得看到 中钢是涨停板的 没错 对 那他中钢 这样大牛股 这样带起来 那中钢带起来 不是一直带 他把所有的钢铁股都带起来 他那个概念不是跟以前台积电 把所有的 这个半导体带起来一样 你看什么随便点海光 什么 什么中钢 只要点得到了 通通是涨停 对 那这样 他们有没有占权重 他们占 幅度虽然不大 但也占权重 为什么占权重 因为他们股本都很大 哦 他们中钢 中钢以外 其他的那些是五六十一 像中钢 对 股本都很大 那股本都很大 就会占据一些权重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不是说他把他全部都 都全部都攻起来 那这个 这一个主题要怎么做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题目是 一万七千点 选股的新思维 还有另外一个财报非常好的 其实是金融股 我们上一回在这里讲 我说他财报真的很好 你存股足什么不用想 就存金融股吧 那你看看 这个金融股 他也慢慢慢慢慢慢起来 他没让你失望 他从二月十七号 那一天你买所有任何一档金融股 没有一档是赔钱的 你说过完年后 过完年后 是不是这样 对 那股票是这样 没有套牢筹码的股票 他才会涨得快 有套牢筹码的股票 会整理 所以回过头我们就讲说 那二月份在除息之前 除全息之前 半导体有可能会整理 所以你你现在的时间点 是拉到除全息 那除全息的旺季 可能会是五六月吗 对啊 我从现在就开始讲 就是第二季 第二季上半季 所以你觉得他不是一个 一两天的短期现象 他可能会是一直整个延续到 除全息行情之前 他都是一个传产金融领居为主 然后电子搭配 但是整理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你不能说电子也供 传产也供 那一定是五千亿以上 六千亿都搞不好都看得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台股的量会有点失控 目前的主要 那你说缓和一下 因为你第二季 大家展望比较不好嘛 那你休息一下 打底 利空不跌是好事嘛 对不对 利空不跌把底打起来 因为他毕竟是从高点下来 你之前涨了比较多 那我现在 你现在就牺牲我 自我让传产股涨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那传产股的部分 你也不要过度 过度极度去若关 我会把这个状况 大概会轮动 会去讲 那半导体也不会 完全都没火种 他会把火种留在哪里 等一下我一起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这一次半导体会这样 这一次又把半导体 这一次来 涨最凶的半导体的IP股 叫做四星打下去 那叫做枪打出头鸟 哪知道他刚好是 是这一个 滑腾 这个就是 灰腾 灰腾CPU的 我们以前讲灰腾CPU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灰腾是什么 对不对 那在这样他把它打下来以后 就会把高价的IP股压着 但是也没有全压下去 你看他压着的时候 力望没有底啊 嗯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全线是这样 那高价的电子股 就转到低价的电子股 IC设计去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过的什么 这个富顶 富顶在礼拜 礼拜五就涨停板 创了波段新高啊 所以他的资金 其实是移动而已 那有的时候 有一些好朋友 是做电子股的 不会做传产股 嗯 有一些是有很固执的 有那个情节 一量情节 那那传产股的部分 他这一次 尤其像钢铁 他缓映了 或是二代 这个二线说话 他缓映的是财报 第一季财报 那我们原来就是这两个 那个财报的概念 一个我预期你很好 但是你比预期 差一点点 哦那不行 所以他就拉回了嘛 半导体是有点这样 那钢铁股 你没有我预期那么好 那为什么中红公布出来 一个月是0.45 哎呦比预期好耶 那他是不是第一季会一块多 那这个时候他会反映到 第一季财报 所以财报的好坏 有的时候不是用绝对数 或者用成长率 叫相对数 而是用市场预期的相对数来看待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你应该是怎么 等到财报都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财报 第一季财报都出来的时候 大概半导体股就差不多 不跌了就跌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传产股 如果再涨不上去 请你要懂得卖 财报很好 啊涨不上去 是不是就应该要自己下车一下 那不然谁再卖 所以这个部分是 是这一种逻辑的时候 来大家去做思考 所以看起来你觉得 台积电虽然法说会很不错 但是现在看起来市场有点涨不动 稍微的休息一下也是 他的数字其实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重要重点 第一个他库存增加了 对 第二个他忙碌率一当 而且他客户的库存增加 对对对对 他也库存 他自己的天数 我记得好像多到83天嘛 那这个部分 你不是卖得很好 为什么库存在增加 这个是市场上会去想的嘛 那库存有的时候增加 大家会想到你是不是有重务下单的这个问题 台积电倒比较不会 但是回过头你去看一下 大家反而买哪一个 买联电 所以总体来讲 这样就不代表说 这个半导体会下来 他只是把高低价差 稍微做一个小调整 就这样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的担心 那他会留火种在哪里 台积电 以前台积电工的时候 他火种最早以前留在3374的精彩 那后段的时候留在3661的世心 因为世心带着他 你看世心是从一百来块 台积电那个时候是五百多块 然后一百来块冲到一千块 然后台积电冲到六百多块 就是一定有尖兵 那现在他会留在哪里呢 今天媒体上有 倒有讲到这个新贵跟 跟这个上贵的资金 parking到那里 他会留在他的 外资在这个上贵OTC的投资 就变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看今天也媒体有讲到是 是这个新贵的也热了 新贵也热了 那他会留在哪里 留在他的产业比较没余力的 小金基 就采益上面 那你大家可以去采益 6789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那他现在是股后 刚挂来是股王 那被历届把它超越了 等一下我会把 把这个部分呢 稍微把这两党股票 稍微很客观的去剖析一下 让大家做一个了解 那对他来讲 因为他现在股价呢 是低于台积电 他曾经一度超过台积电 那未来的讯号在哪里 我把讯号讲出来 讯号如果他引动起来 那采益的股价会超过台积电 他股价超过台积电 就代表这个族群 等一下会上去 他是在CIS的产业 CIS就影像感测 影像感测未来 比如说我们讲到 苹果在新机的时候 他那个这个镜头会 这个会会 话数会增加 那这个时候影像感测 就包含在这个 电动车或是 或是A-DAS的 自驾车上面 都要这些镜头了 那你看现在涨价 我看Samsung 好像今年涨了百分之四十了 报价 然后这个 Sony最大的Sony 他也投片投在 投在台积电 请台积电帮他代工 所以这个 这个等一下会带到 会找 会把整个逻辑 也会跟大家讲 他资金只是会 做一个轮动 那这个轮动节奏 你要抓对 这样就好 那一个产业的讯号 讯号在哪里 我们也顺便帮大家 点出来 让大家去观察 你就用观察的角度去看 那就说台积电 什么时候会上工 那他一定有人会先动 绝对不会先动台积电 你看看 这一次 所以你刚刚讲的节奏 第一个当然就是 因为他在震动的 这个期间 所以他可能先用 小尖兵的方式 对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部分的节奏 那第二个是 大型的台积电要动之前 可能他前头的领头羊 也要先动 对 所以现在小尖兵动 还没有是领头羊 那小尖兵完了 是领头羊 领头羊完了之后 才是台积电 对对对 所以那个整理的格局 会是如此 那个节奏 你会看得到 就像我们讲钢铁骨 钢铁骨开始 涨先涨先涨的时候 你记得他先涨哪一个 一同上学去 第一同 他是比较 哇啪啪啪啪上去 后面才开始涨到中红 后面才开始涨到中红 当然这个所有的投资 还是要用长期的基本面 来保护短期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银头 故资深分析师 和金城建的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建的大哥 刚刚提到第二季 真的有可能他其实就是 传产金融领军 然后电子大方向 其实在这一个出全席之前 各别股表现 对 整理而各别股表现的一个情况 好 那当然很多朋友 他还是喜欢电子股 所以呢 你特别提到 第一个你先讲 台积电是休息的 所以他会把那个能量 转移到 可能跟台积电 最相关的一些小兼兵 所以他的股本 相对是比较小的 对 他其实彩翼股本不小 所以我会讲出 他不算是 他不算是小型股 他算是中型股 他29亿的股本很多 那台积电最早已经 我稍微把它介绍一下 等一下 我就把整个类股来讲一下 现在啊 我们的股 那个新贵的股王 叫利戒 利戒就是做 这个支付的 这个 他是绿色的绿 然后界线的界 这是Oh my God的主公司 有没有 有以前我们做这个 这个行动支付的 有 我有 我有用 绿界科技 那个转账买东西过 对 有一些是 请大家自己去看看 有没有 我跟大家讲 因为有一些很多小型的公司 他们可能 不太适合用 什么信用卡 什么的 那就用绿界 然后来控制那个风险 对 我就把这个介绍一下 因为新贵 没涨跌停板 所以我只是介绍给你 不是这样 最最最最 我们看一下现在股王呢 是绿界 其实 这一个月下来的股王 换了三个 一个是 先从瑞鼎 瑞鼎就是驱东 爱西南的 先冲到500 500绿界再起来 再起来以后 财艺挂牌以后 财艺冲上去 现在绿界起来 绿界是1.28亿的股本 很小很小 很小 这太小型了 我们通常都不建议大家介入 用盈益力 因为毛利率 有的时候在新贵 看的比较没有那么贴切 所以我用盈益力 盈益力他大概20% 19.9 然后他的 董监持股 36.23 那大概今年 预估了 15到20 那都是 我就把他拿着 换个20来看 那他股价 到礼拜五十六百三 然后我们看一下财运 财运的时候呢 他盖新贵 所以他未来六个月之后呢 应该转上市 以他的股本会转上市 不会转上柜 所以他未来 应该也会是 MACIE 或是其他所有成分股 很重要的 他的股本是 29.11 然后盈益力是 36.8 非常的高的盈益力 然后再来的部分 他的 董监持股 是73.52 他原来台积电 只有87 那因为要挂新贵 所以他把他 另外十几个person 给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有谁 国泰人寿 然后这个富邦人寿 还有新加坡政府基金 然后他大概也是15到20 两个获利差不多 然后548 两个现在差了82块 所以第一个 他的股本比较大 他的盈益力比较高 对 他的董监持股 相对来讲 筹码比较集中 对 获利来讲 跟绿界是差不多的 但是股价有一点点差距 不过这是 这是新贵 新贵 还是要提醒大家 新贵的风险 还是比较高 新贵没涨跌停 所以我刚刚开头就讲 那这股票呢 你可以用长线的角度 去观察它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73.4% 基本上台积电 没在卖股票 你有看过台积电 大概只有卖一个 叫做6244的 那个贸底 储分亏损 储分掉了 那另外一个呢 你在他的另外一个 小尖兵上面 要看的是 创意 我们上个有讲 创意虽然你看这一次 这个3661 是新下去 创意没下去 投信反而是买 所以这个部分你去观察 这用创意跟财运去看 观察它 那财运 长线来讲 因为它的 它的筹码 是锁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未来可以稍微去注意 这是这一个 所以第一个是小尖兵的概念 那如果真的台积电要动之前 会动什么 台积电要动之前 会先动他们家的 3443的创意 因为它毕竟是在 我们上市上跪的市场里面 那它这个比较少 那这个如果有震荡下来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提到财运 因为它原来87%在台积电 那战略投资者再分十几% 所以那战略投资者基本上是不会卖 所以市场流通筹码只有13% 扣除这个主管 那就当13%好了 13%就三万多张 最近刚好把三万多张都洗完了 所以市场上 现在剩下了 除了台积电以外 跟战略投资者以外 其他大家的成本 都是500多块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在新贵 外资有在买 投信不能买 所以这个未来投信 未来会 投信会去买的一些标的 再来我们讲到 盘面上 盘面上最强的是 是钢铁股 跟航运股 钢铁股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涨了6.19个百分点 下次呢 钢铁股 然后这个航运股涨5.99个百分点 它从 从这个 货柜轮 涨到 涨到散装轮 你看散装轮的 像惠阳 然后像这种 都本益比不是非常高 惠阳也涨停 所以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资金好像有一点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它会缓映到哪里 我认为它会缓映到第一季财报 第一季财报完了以后 你注意 财报如果公布很好 它不涨了 那我们就先下车一半 第一季财报应该是在 这个月底之前 对 这月底 其实有一些都已经陆陆续续 已经都在公布了 都在公布了 对 OK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注意一下 这一个部分 那毕竟钱在那里 它要马上洗 火不可能 火点起来了 你要洗 一定要一把水摘下去 那现在又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说像钢铁航 因为它很强 那它们也涨很多了 你的建议是说 如果 如果手上有持股的 那么 涉停一点 以中纲为指标 以中纲为指标 怎么可以设定力点法 每天 每天的低点 当做定力点 连折都不用让它折 就是每天 它每天都是这样 开高 就一根了 开高又一根了 都是这样 那你就 你就比较积极的 你就 用 当隔天 前一天的低点 当停力点 或是用五日线 这种股票回来 五日线都不会跌破 你要买 就买五日线 也回来五日线可以去接 所以如果手上有的 那以它 万一跌破五日线的话 作为停力点 对 那但是如果现在 才要追的话 那就是 在五日线 在五日线这附近 然后它不跌破的 作为这个买的一个 买的一个点 这个是钢铁跟航运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金融可以介入吗 金融它长线 你有看过 我应该是这样讲 金融是我们 应该我 我做股票到现在 从进金融市场 大概三十几年 获利最好的一年吧 你看那个 这个 国泰 国泰金 跟富邦金 他们现在都已经 像富邦金 已经赚了五块多了 那已经到三月份 都赚五块多了 那它今年 随便随便算一算 应该就是十块钱嘛 那就是这样 那他们的本益比就超低 后来那个时候 其实它本益比 那时候五六倍的时候 都没人理它 嗯 金融的不好 不好 结果人家它慢慢 它其实没有飙上去 它是缓步 缓步 缓步 往上走 所以你现在 在看一些股票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 去看一下 那再来的部分 还有一些涨价 像CIS 我刚刚为什么 也讲到6789 因为它主要是CIS 所有全世界 就是影像感测器 全世界三大厂 都是它的客户 就是 那个 财育 那最近 原相跟金相光 要涨价了 为什么 因为三宋涨价了 涨市场 那涨市场的时候 老大 还没有说要涨价 老大 那个Sony 如果也涨价 那就全部都涨价 就是这样 那再来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 有一些次族群也在动 再来是两个重要的 第一个 21号 苹果不是有新产品要发表 那 看它发表以后 相关股票没有怀念 因为苹概股 也压得很 都没有动过 嗯 对 不过它现在说要这个 就是公布的三大产品 我到目前为止 当然我不知道它实际公布了 我会不会心动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心动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Apple Pencil iPad Polo 那它最主要的是在这个 这个mini LED的这个背光源 我们都 我们大家都没看过 mini LED的背光 对不对 嗯 那我有问过朋友说你没看 他说漂亮到你实在会幻想 那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我们到等他出来再看一下 嗯 他说真的比你 他应该这样讲 比你期待的还要好 嗯 期待 我们讲期待 不是说一样 不是都一样 他是说是这样 他讲的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就看他发表完了之后 苹果相关概念股 概念股 他的动静是 是是是 因为那算是利多消息 然后利多之后 有没有涨 其实在决定动态 那像我们国内 像我们今天不是有个新闻 是中华电 也要布局6G 他也要发射这个 中低轨卫星 其实我们国内这个相关的股票 他早就已经跑了 叫做台阳 我们把台阳打出来 你没想象到 往通股有偷跑的嘛 你看台阳 把他拿出来看 等一下 金森 谢谢大哥 所谓的跑的意思是 就是他已经上涨了 涨了 涨了 我意思就是他已经偷偷的先涨了 先涨 OK 怎么大家看到这个 他已经涨了 你是说他已经从起跑线开始往前 他已经涨很多了 对了对了 他上个礼拜其实 涨幅相当大 上个礼拜 OK 所以我们从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看到 网通股是不是可以稍微注意 所以可以开始注意 网通这项 不是要去追台阳嘛 对不对 不是他一定会带头一直冲的 所以 他跟中纲的概念是一样 好 所以呢 要非常谢谢金森大哥 也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八点钟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穿描远 Nin她失敲 不损 consum